大家好,我是小安 YouTube的黄金三小时 如果是我的铁粉,请给我一个like和分享 第一次观看我的视频 请您介绍到的给我一个like 真心地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王大爷今年80岁啦 最有一件事情让他特别的头疼 有时候,一个晚上起夜5到6次 更多的时候达到10次 这样一来,特别的影响睡眠质量 正好隔壁有一个老中医 推荐了这一款食疗方 王大爷使用了半个月之后 炎儿的问题解决了 睡眠质量提高了很多 我们跟着视频聊一下这个方法吧 黑芝麻具有补干身的效果 而且能够缓解腰细酸软 四肢法力 以副干燥 以及润肠量的便秘情况 黑芝麻可以补生的 甚至比较平和 14样的佳品 具有补干肾 润五脏 易力气的功效 经常吃黑芝麻 头发、澡白的问题 脱发的问题都能够缓解 黑芝麻含有大量的油脂 能够润肠又通便 老年人体质比较差的 我们可以多吃黑芝麻 增强抵抗力 增加免疫力的 并且黑芝麻 补干效果特别的强大 多吃黑芝麻 替补干 又补充维生素 这些的好处真的是特别的多大 花生米中的脂肪酸 构成加上其他的成分作用 能够降低低密度蛋白的含量 让心脏更加的健康 花生米的脂肪 可以使肝脏内胆固醇 分解为胆质酸 促进排泄 从而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含量 用于预防动脉硬化 降低血压 花生米中含有特别丰富的R茶素 具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 所以多吃花生有助于延缓衰老 花生米含有非常丰富的钙质 多吃花生米能够帮助补钙 促进人体的生长发育 预防骨质疏松 花生米含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 经常是花生可以保护眼睛 花生对人体保健功能是特别的多的 黑豆 输水 水走肾 黑豆是黑色的食物 能够补肾养肾 而人的肾主精血 肾脑得到了滋养 肾的气血充足 那么经常吃黑豆 可以帮助补肾 缓解肾虚体弱 腰膝酸软 风湿麻痹 关节不利 腰腿疼痛 血管不通畅 缺铁 缺心的情况 并且黑豆所含糟脚肝 由减少体内胆固醇的作用 能有效预防中老年人动脉硬化 和心脑血管疾病的作用 中医认为 黑豆能够去除胃中热壁 下雨雪 去热度 并且黑豆里面富含维生素B 维生素E 是特别好的美容养颜的食品 还有乌发的作用的 蛋白质比较高 并有大豆黄酮 大豆造醇 蛋白质 蛋白质 维生素B足 防止血管硬化 预防心血管疾病 保护心脏的 苹果是一种营养成分 比较全面的水果 也是我们大家都比较喜欢吃的 水果之一 营养丰富 口感多层的 我们先把苹果放入水里面 把苹果打湿 然后用小苏打搓洗搓洗 把苹果表皮清洗干净 小苏打可以很好地 把苹果表皮的能有残留 给清除掉的 我们在吃苹果的时候 一定要带着皮一起吃它 用小苏打清洗的苹果 真的是特别的干净 是要比较放心的 我们再换两面清水 洗干净就可以了 中医认为 苹果具有生筋止咳 清肺除烦 浸脾异味 养心益气 润肠止泻 醒酒的功效 苹果中含有丰富的油酸 果胶 膳食纤维等特殊的物质 苹果还具有 降血糖 降血压 降血脂的功效 而且能够降低胆固醇 不仅能够预防肥胖 而且能够预防心脑血管 疾病的发生 我们把红枣洗干净 红枣过后里面 有很多的灰尘 不好洗的 我们可以多抓拌抓拌 洗干净的食物 吃着比较放心的 红枣具有特别好的滋补作用 美容养颜 抗衰老 滋阴补肾 壮阳 俗话说得好 日食三枣 长生不老 红枣营养价值特别的丰富 日常生活中 可以多吃一些红枣 补脾胃 滋养肝肾 滋阴 壮阳 美容养颜 特别是女性朋友们 每天吃几颗红枣 补气补血 我们皮肤特别的好 红枣弹性 有光泽的 越吃红枣越年轻 整个人比较有精神的 气色好 枣壶需要去除的 枣壶比较燥热 一定不要食用的 红枣虽然营养高 口感好 但是呢 一天不要吃的太多了 一天吃五颗就可以了 吃得的话 容易伤火的 再准备山药 山药可以健脾异味 助消化 山药有助于脾胃消化的吸收 而且含有淀粉酶 多酚氧化酶等物质 性质比较平和 是药食良用的食材 无论是脾氧虚 还是胃阴虚 都可以吃一些山药 山药还可以刺肾一斤 山药含有多种的营养素 但凡肾亏一斤大 妇女白带比较多 都可以多吃山药 并且吃山药 还可以减少小便的次数 山药能够易肺止咳 山药含有灶肝黏液质 有润滑滋润的作用 能够治疗肺虚酒壳之症 山药里面含有的黏液蛋白 这种成分能够有效地降低血糖 所以山药也是治疗糖尿病 是糖尿病人的食疗特别好的食材 山药的功效比较多 最主要的功效就是能够 补肾顾肾 山药能够帮助肾脏排出多年的肾毒 提高深度的代谢能力 恢复肾功能 接下来把我们准备好的所有食材 倒入破壁机里面 直接咬打就可以了 咬打至细腻的迷糊 多打两遍更加的细腻的 打好之后就可以直接喝了 一只马进入虽然搭配到一起 具有很好的护肾色经的作用 而且能够缓解肾剂不足导致的尿品 尿疾 脚便增多 且最有多的习惯 中医长脚 药补不如食补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要尝试一些不肾的食物 可以帮助我们护肾色经 保护肾功能 延缓衰老 让你的身脏更加的年轻 好了 家人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都有所帮助 请你帮我点赞关注电话的频道 欢迎下方留言加一 我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养生知识 为你分享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是小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